另外方面要告诉您这个景气好转 LED产业也跟着发光发亮 中国大陆LED的补助政策出炉了 将会在3月20号之前接受招标 预估补助的金额会高达上亿人民币 台湾最大的社会者包括金电 龙达 燦元 东辈等等 今天的股价都是强势大涨的 三星气首LCD电视市场 喊出全面进攻LED电视 让沉寂已久的LED肋股展现生机 中国大陆再补上一记强心针 大陆财政部LED照明补助政策结果出炉 在3月20号以前接受招标 采取间接补贴的做法 而这次的补助政策规模高达人民币上亿元 光电协计会预估对台湾LED产业将有实质帮助 最大受惠者包括金电 龙达 东辈和异光 等这些生产照明经历和模组的厂商 类股受惠利多消息 股价持续冲上高峰 9号股价金电收在82元 上涨4.1元 涨幅5% 龙达和封装厂东辈也通通高挂涨停 我没办法预估 另外大陆六大彩电今年力拼扩大 全球市占率破两成 积极采购台湾LED 其中封装龙头异光 二月营收12.21亿元 月增率6.45% 金电营收11.85亿 月增将近21% 东辈 燦元也有3亿以上营收 成长率19%和17% 不知LED厂开心 太阳能股也有好消息 国硕旗下的太阳能细晶元 和光碟片产能 接单满到第二季 二月营收月增4.88% 后续还有金基姆朔和贡献鼓励 第一季要赚钱不是问题 看来节能肋股趁着景气回温 都准备要发光发热 东森财经新闻 王重文讲机微综合报道